他突然接到一通电话 得知女儿被人绑架了 他来到女儿的宿舍寻找 却意外地碰上了绑匪 女儿为什么会被前夫绑架 曾经的夫妻为何变成仇人了 我被前夫绑架了 即将播放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法律讲堂 2015年8月的一个周六 一阵尖锐的警笛声 在南方某市某小区响起 一个年轻女人的哭泣声 从三楼传来 一群人围在小区楼下 七嘴八舌地议论着 诶 这不是王小英吗 不好了 出事了 听说杀人了 话音刚落 只见几名警察从楼上 带下一名年轻男子 这名男子戴着手铐 刚走到楼下就停住了 他回头望向三楼 大声说道 小英 我 我对不起你 这名男子名叫张成 是王小英的前夫 遇害的是王小英的母亲 李玉兰 他们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 时间要回到这天上午 这天上午 退休在家的李玉兰 买菜回来 刚进家门 家中的电话就响了 李玉兰拿起电话 里面传来一个男子的声音 你女儿王小英 在我这里 你今天下午五点钱 拿十万块 到王小英宿舍来赎人 如果报警 后果自负 说完 电话就挂了 李玉兰赶紧试探着 联系女儿王小英 可是王小英的电话 却一直处于关机状态 难道女儿真的出事了 惊魂未定的李玉兰 一下子就没了主意 她决定 还是赶紧到女儿的宿舍 探个究竟 李玉兰急匆匆地 来到王小英的宿舍 拿出钥匙 打开房门 推门而入 一下子惊呆了 只见女儿被交代 封住嘴 坐在椅子上 再一看 一名男子坐在旁边 看见李玉兰 男子张口就问 钱呢 李玉兰看见这个男子 愣住了 不仅失声喊道 张晨 原来是你 原来绑架王小英的 竟然是王小英的前夫 张晨 张晨为什么要绑架王小英 昔日的爱人 为何变成仇人 事情啊 还要从头说起 王小英是 李玉兰唯一的女儿 在王小英五岁的时候 李玉兰的丈夫 就因病去世 虽然早年丧夫 但李玉兰却一直没有改嫁 独自拉扯着女儿长大 母女俩相依为命 感情深厚 王小英大学毕业后 顺利地找到了工作 在一所中学 当了英语老师 李玉兰逢人就夸说 自己呀 有福气 这后半辈子啊 指望着靠小英养老 也总算是稳当了 但是 令她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两人却在王小英的婚姻问题上 发生了矛盾 2012年1月 张晨和王小英 经日介绍相识 两人一见钟情 必很快准备结婚 李玉兰见张晨 一表人才 也有稳定的工作 就同意了这桩婚事 张晨和王小英 很快去了民政局 领了结婚证 两人还一起拿出了所有的积蓄 首付了一套房子 就在俩人婚后的日子 过得正甜蜜时 一件事情的发生 打破了家里的幸福气氛 就在结婚的第二年 张晨不幸患上了肾炎 肾炎需要长期治疗 再加上还要还房贷 对于这个小家庭来说 是个不小的经济压力 李玉兰看到 这女婿才结婚一年 就得了病 后悔啊 自己当初不该这么快 就同意这么婚事 她担心张晨的病情 会拖累女儿的生活 一个病秧子女婿 今后不但自己 这后半辈子靠不上 恐怕自己的家当 都要贡献出去 想到这里 李玉兰感到不安 她想 不行 这两人必须要离婚 出乎意料的是 王小英第一次和母亲 唱起了反调 坚决不同意离婚 毅然决然地表示 妈 我爱张晨 她无论怎样 我也一辈子跟着她 李玉兰见女儿态度坚决 就转头去找张晨 张晨啊 你这病也不是三天两头 就能好的 你要是以后治不好怎么办呢 你这样会拖累我们母女一辈子的 我看你就和小英离婚了吧 可谁知张晨却说 妈 我爱小英 会给小英幸福 我保证不会拖累她 我不同意离婚 李玉兰见着软得不见笑 就干脆来点硬的 她找到张晨的公司 以为女儿幸福着想为由 要求公司领导 劝张晨离开王小英 李玉兰这上门一哭诉啊 弄得对着离婚的事情 张晨的公司是人尽皆知 流言四起 张晨感到十分难堪 为了让女儿离婚 李玉兰大闹你去公司后 又开始做女儿的思想工作 这天她打电话叫女儿回家吃饭 为了逼迫女儿离婚 李玉兰又会做出什么疯狂的事呢 王小英心想 自己也正好要劝劝自己的母亲 于是就答应回家吃晚饭 谁知王小英刚进娘家门 就看见李玉兰正踩着板凳 往窗户上挂绳子 哎呀妈 你这是干嘛 王小英一下慌了神 冲上去抱住李玉兰 李玉兰拍着大腿嚎啕大哭 我不活了 你不听我话 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让我去死 王小英正要解释 李玉兰见状又去抓绳子 要往凳子上踩 你不和张晨分开 我就死给你看 王小英知道 这是自己的母亲 故意弄出来的苦肉计 但她担心 母亲这样极端 僵持下去 万一这假戏真做 要真的弄出点什么事 这样的后果 是她无法想象的 于是王小英咬咬牙 被迫含泪 同意和张晨离婚 王小英回家 主动向丈夫提出了离婚 张晨心里是一百个不愿意 可看见王小英 左右为难的样子 张晨不想让王小英太难过 无可奈何之下 也就同意了离婚 就这样 李玉兰软硬兼施 以死相逼 最终逼迫着张晨和王小英 离了婚 李玉兰 以死逼迫女儿王小英离婚 并为死心的王小英离婚后 突然收到丈夫 前女友发来的一条短信 丈夫真的背叛她了吗 这时王小英的母亲 又拿出了另一张 关于丈夫的照片 她该怎么办 我被前夫绑架了 正在播出 当王小英把离婚证 甩在母亲李玉兰面前 对李玉兰说 妈 这下你满意了吧 尽管李玉兰知道 女儿心里有怨气 但她可是长舒了一口气 心里总算是一块石头 落了地 虽然放下了一件心事 这李玉兰也没闲着 她开始紧锣密鼓地 计划着为女儿相亲 可谁知 心地善良的王小英 虽然离了婚 但仍然惦记着张晨 不但拒绝任何相亲 还一如既往地 照顾着张晨 经常陪张晨去医院看病 张晨在王小英的照顾下 情况逐渐好转 张晨每次见到王小英 也总是寒情默默 按下决心 等自己康复了 一定要和小英复婚 李玉兰发现 两人还有断丝连 非常担心张晨会卷土重来 怎么办呢 李玉兰记上心来 这一天 王小英的微信 突然出现了一个自称 张晨好友的陌生人 要求将王小英为好友 王小英通过后 陌生人就开始热情地 和王小英打招呼 自称自己是张晨的前女友 这个陌生人告诉王小英 自己啊 一直很想念张晨 王小英和张晨离婚后 张晨又和她好上了 所以啊 很感谢王小英对张晨的照顾 说到这里 这个陌生人 还发了一张 自己和张晨的亲密裸照过来 给王小英 王小英一看 肺都要气炸了 张晨啊张晨 原来你竟然一直都是在利用我 欺骗我 王小英拿着照片去质问张晨 张晨一头雾水 再三解释说 自己啊 以前是有个女朋友 但早就分手了 自从认识王小英后 就没有过任何联系 也没有拍过这样的照片 照片上的人不是自己 或者说 这可能是一个人工拼接的合成照 面对张晨的解释 王小英半信半疑地回了家 当她一进家门 她的母亲却神色慌张地 把她拉到客厅 并从口袋里掏出一样东西 给王小英 当王小英看到这件东西后 让她对张晨彻底死了心 这是我朋友给我的 前几天他们在广场跳舞 突然看见这个人从广场路过 很像张晨 就偷偷用手机拍了这张照片给我 王小英接过照片 照片弄得很皱 而且拍照的像素也不是很清晰 但仍然能看见 一男一女勾肩搭背 手牵着手的背影 王小英一看 确实是张晨的背影 而且衣服也是张晨平日里穿的衣服 可这个女的不是我女儿啊 李玉兰又指着那个女的背影 王小英一看 哇的一声就哭了出来 她把白天收到的 那个自称张晨前女友的陌生人发的照片 拿出来给李玉兰看 哎呀我的天呀 照片上的这个男的不就是张晨吗 李玉兰惊讶地喊道 王小英顿时觉得天旋地转 悲透难过 伤心地哭了起来 正在这个时候 李玉兰心冲冲地拿着一个招聘广告给王小英 原来是省城一家外贸公司招聘英文翻译 李玉兰告诉女儿说 小英啊 我觉得这个职位啊 很适合你 我做妈的 支持你去应聘 以后啊 就留在省城工作 经过李玉兰的再三鼓励 王小英决定辞了工作去应聘 同时也是给自己一个冷静期 李玉兰提出来 怕她一个人去那边不适应 要陪同她一起去生活 王小英担心母亲一个人留在家里寂寞 也就答应了她的请求 两人一起去了省城 王小英来到省城工作后 张晨经常会和她联系 王小英开始会时不时予以回应 彼此分厚一下日常的生活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王小英和张晨的联系就开始日渐减少了 当张晨问起时 王小英总说自己工作繁忙 张晨隐约感觉和李玉兰有关 但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另外张晨觉得 自己可能和王小英之间有点误会 大家冷静一段时间就没事了 等她病彻底稳定了 两人在商量复婚的事情 时间就这样过了一年 这天张晨无意间打开微信 却被前妻朋友圈里的一条信息给惊呆了 原来是前妻王小英在和别人相亲 张晨此时心中五味杂陈 难道王小英真的变心了吗 和她相亲的男友又是谁 原来 就衣食无忧了 于是李玉兰就不断地创造各种机会 撮合两人 还不停地开导王小英说 张晨虽说是利用你欺骗你 但那叫所托非人 你不要一招被蛇咬 十年怕井绳 老是现在过去出不来 你也年纪不小了 该面对未来的要面对未来 经过母亲的不断开导和撮合 王小英也觉得自己是该尝试忘掉过去 而且自己刚到省城 出来乍到 徐健就嘘寒问暖 提供了很多帮助 人非常不错 是个可以考虑托付终身的人 于是王小英就答应了母亲的请求 和徐健开始了第一次正式的相亲吃饭 得知前妻与人相亲 张晨立刻坐车去找前妻 被拒绝的张晨失去理智 竟对前妻做了一件出格的事 张晨得知自己婚姻的破碎 竟是李玉兰一手策划的 愤怒的她持刀刺向了李玉兰 我被前夫绑架了 正在播出 看到王小英的微信朋友圈 愤怒又慌恐的张晨 立刻赶到省城 就在这天清晨 在王小英宿舍门口 徘徊了许久的张晨 敲开了王小英宿舍的门 王小英打开门 见识张晨生气地问 你来干什么 小英你说 你为什么这么快就和别人好了 我不和别人好 也不会和你好 王小英一边瞪着张晨 一边准备转身关门 听到王小英的话 张晨感到自己被推到了人生的谷底 除了智慧王小英 他更多的是希望能有机会和王小英复合 然而王小英一直认为 张晨是一直在欺骗和利用自己 自然拒绝了张晨的请求 在张晨的心中 小英就是他全部生活的希望和支柱 虽然离了婚 但那并不是他愿意的 原来以为自己病情好转了 就和小英复婚 但谁知小英竟然这么快 就和别人好上了 张晨认为小英离婚后 莫名其妙的态度转变 十有八九是他的母亲李玉兰 在从中作祟 他必须让李玉兰把事情说清楚 他愤怒地说 所有这一切都是你妈倒的鬼吧 没有他的挑拨 你怎么会离开我呢 没有他的撮合 你怎么会这么快就和别人好了 他必须要给个说法 还要赔偿我的损失 面对王小英决绝的态度 让张晨心中唯一的希望破灭了 此时早已歇斯底里的张晨 一把将王小英推进房间 抓起王小英饭桌上的水果刀 并用胶带封住王小英嘴巴 将她捆在房间内 随后张晨给李玉兰打了一个电话 于是就有了我们节目 开头的一幕 李玉兰接到女儿被绑架的电话 匆忙赶到王小英的宿舍 一看原来是张晨就愣住了 脱口而出 张晨你来干什么 张晨猛地冲上去 抓住李玉兰的衣领大声说 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 今天当着小英的面 你给我说清楚 李玉兰哪里见过张晨 如此愤怒的样子 吓得心里慌 但人强作镇静 说道 张晨 你和小英都离婚了 小英在找什么人 那是她的自由 我管不了 你也管得着吗 张晨听了更加愤怒 拿起手里的水果刀 抵住李玉兰的脖子 立声说道 你撒谎 小英为什么突然要和我离婚 为什么要离开家乡来这里打工 你以为我不知道 这一切都是你这个当妈的 在虫中作梗 你今天老是把事情说清楚 李玉兰好歹也了解 自己这个前女婿的性格 见张晨把刀架在自己脖子上 知道张晨是来真的了 这下真的吓坏了 浑身像筛糠一样 哆嗦起来 我的妈呀 随着她的一声哀叫 终于道出了事情原委 原来李玉兰见女儿离婚后 仍然和张晨联系 十分担心张晨会卷土重来 正在一筹莫展的时候 见小英有个叫徐健的高中同学 有时会来家里找小英 一次徐健又来找小英 趁小英不在 李玉兰就留徐健在家里吃饭 吃饭中 李玉兰不停地问 向徐健打听对小英的感觉 耐不住李玉兰兜兜转转转地询问 徐健告诉李玉兰说 自己在省城开工厂 从读书开始就一直暗恋小英 知道小英离婚的消息 自己就找机会经常回来 就是想看看 有没有和小英发展的机会 听到徐健这么一说 李玉兰就来了主意 他就把张晨和王小英离婚的原委 以及自己的担忧告诉了徐健 希望徐健能想办法帮助自己 彻底让小英对张晨死心 他告诉徐健 如果徐健能帮助他办到 他就说服小英去省城工作 为徐健创造机会 于是徐健就按照李玉兰的要求 申请了一个微信号 然后用这个微信号 假冒张晨前女友 申请与王小英家为好友 这张亲密的情侣裸照和牵手照 都是李玉兰偷偷翻出王小英手机里 以往张晨的照片交给徐健 徐健用网上下载的陌生女子的照片 合成的 而且为了逼真和不露出马脚 李玉兰给王小英看的照片 故意弄得皱皱皱 好让王小英分不清真假 而李玉兰这样做的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拆散张晨和王小英 让他们没有复合的可能 原来那些所谓张晨前女友的微信照片 都是李玉兰绞尽脑汁 一手杜撰的 而王小英来省城 看似机缘巧合 实际上也是李玉兰一手策划 听完李玉兰的话 张晨蹲在地上痛苦地抱着脑袋 而王小英在一旁 已是眼泪俱下 小英 我这样做都是为你好 你要原谅妈妈呀 李玉兰说完 转头见蹲着的张晨 像个双打的茄子 蔫了 嘿 就来了精神对张晨说 张晨啊张晨 我费了这么大力气 让小英对你彻底死心 你还是死缠烂打的缠住小英 你看看你自己 哪一点比得上徐健 要钱没钱 要人还是半个废物 小英嫁给你啊 是鲜花插到了牛粪上 我看啊 牛粪都比你强 张晨本就处在愤怒中 见李玉兰还不依不饶 骂骂咧咧 张晨无法冷静 她感到全身的血都涌上脸 眼里闪烁着一股无法遏制的怒火 李玉兰不但拆散了她的爱情 而且还对自己进行人生侮辱 张晨突然发出了一声怒吼 李玉兰话音刚落 张晨手中的刀就捅进了李玉兰的身体 李玉兰倒在了血泊中 王小英见状激动地想喊 可嘴被胶带封住无法叫喊 只能在那里拼命地挣扎 试图摆脱身上的绳索 张晨丢下刀 解开王小英的绳索 撕掉封住王小英的胶带 呆呆地坐在地上 王小英冲到李玉兰身边 这才发现自己的母亲早就没了呼吸 她颤抖地拨打了110 警方迅速地赶到现场 确认李玉兰已经死亡 张晨坐在地上一动不动 对自己绑架王小英 杀害李玉兰的犯罪事实 共认不讳 张晨因为涉嫌故意杀人罪 绑架罪被移送起诉 张晨的律史提出 张晨具有自首的减轻情节 那么明明是王小英拨打的110 为什么说张晨应当算是自首呢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 法律关键词自首 刑法第67条规定 犯罪以后自动投案 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是自首 最高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 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规定 犯罪嫌疑人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 也应当视为自动投案 一 犯罪后主动报案 虽未表明自己是作案人 但没有逃离现场 在司法机关询问时 交代自己罪行的 二 明知他人报案 而在现场等待 抓捕时无拘捕行为 共认犯罪事实的 三 在司法机关尚未确定 犯罪嫌疑人 尚在一般性排查询问时 主动交代自己罪行的 四 因特定违法行为 被采取行政拘留 司法拘留 强制隔离戒毒等 行政司法强制措施期间 主动向执行机关交代 尚未被掌握的犯罪行为的 五 其他符合立法本意 应当视为自动投案的情形 张诚明知王小英报警 而在现场等待 抓捕时无拘捕行为 如实供诉自己的犯罪事实 被认定符合自动投案的情形 构成自首 最终 法院经审理认为 张诚构成故意杀人罪和绑架罪 同时认定张诚具有自首的 减轻处罚情结 且本案是因为受害人 挑拨 挑衅等导致 受害人存在明显过错 张诚减轻处罚 被判处无期徒刑 人心对错只在一瞬间 表面上看 李玉兰的强势 最终把整个家庭 都推向了深渊 亮成了悲剧 但根本原因是 王小英在处理夫妻 母女两种感情上 缺乏独立思考 辨别是非的能力 导致瞬间顿失 爱情 亲情的人伦悲剧 父母对孩子的疼爱 不是强加干涉 孝顺父母也不是一味的顺从 观众朋友 对于父母来说 相信孩子就是相信自己 对于每一个年轻人来说 婚姻的选择最终是自己的选择 好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法律资讯 欢迎您关注栏目公众号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